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是上下的方向 这个有铁丝的一头 应该是朝上带 带的时候 先用双手练住铁丝 轻轻地压在鼻梁上面 这里就会形成一个贴合的凹形 起到最佳的防腹效果 然后下面包住下巴 在耳朵上挂上绳子 妙用衣把口罩的一边剪掉 再把铁丝取出来 里面放入一些茶叶 现在就做成了一个除尾包 然后放到冰箱里面 可以去除冰箱里面的臭味 用几天后放到太阳下面晒一下 还可以继续使用 妙用二 口罩里面放一小块香皂 然后可以挂到衣柜里面 它可以给衣柜去味和增香 妙用三 把上面的袋子剪下来 系上以后 可以当作橡皮筋使用 可以扎头发 也可以给一些袋子封口防潮 没有似 把中间的一层拆下来 用来擦眼镜 效果非常好 还可以用来擦手机屏幕 它柔软的布料 不会划伤物品 比擦眼睛布还要好用 妙用五 装上一块香皂 系上开口 然后放到马桶的水箱里面 里面的肥皂水 会反慢地渗透出来 这样冲刷马桶会更加干净 马桶里面不容易起黄字 马桶也不容易有异味 一次性口罩的用处这么多 下次不要再扔了哦 如果你有更多的方法和建议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也欢迎分享转发 好棒的更多人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